哎呀 我的金重队长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你的兵呢 这五个人还没报到 就打群架进来派出所 影响恶劣 应该停止录取 予以出名 季伟 你怎么能这样讲话呢 你这样讲话很不负责任嘛 是啊 既然给他们发了录取通知书 就应该视为警员学生 宋老师的话肯在理呀 咱们警院有责任教育好每一个学生 包括新生 哪能推向社会 我说你们怎么都把矛头指向我了 我这也是在维护咱们的警院 维护咱们警院的声誉 有错吗 哎 进来 派出院 刚才我连着接了几个电话 有两个是报社打牌的 他们要核实四海饭店警院新生打人的情况 另外一个是市政法委 他们询问情况 要求立即报告学校的动态 最后一个是新华派出所所长飞打来的 他通报了两名伤者的验伤鉴定 其中一个伤势比较严重 提表多处软组织损伤 还不能排除内骨骨折的可能 所以 我们这五位学生必须要严肃处理 他们现在也没报到 完全可以处理 咱们学校的规章制度写得很清楚 这个规矩 谁都不能破 陈方长 我看可不可以这样 这几个学生可以暂缓报到 先下去军训 观察一顿 等公安机关有了结果之后 我们再做处理 我赞同孟教部长的意见 这五个孩子还在派出所 谁有能带谁把他们留 秦瑞 你跟我对着干是不是 你不是门道多吗 你去领 领不回来 你自己也不用回来 秦瑞 周老师 什么事 秦瑞啊 你犯什么糊涂 那长黄的公子陈家彤 还有沐玉修 亲自录取的特长是曹元 那是你秦瑞 说出名就能出名的吗 嗯 应该说出名的 他的儿子 都不能够 黄的发挤 感情 不太患 全身 把人 又努力 能够 是 你不想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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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老师 你在家吗 高院长 要不要换钱 没关系 不用 快请进 陈老师病了 我过来看看 顺便跟你说几句话 不用倒水了 给 宋老师 今天愿望会的情况 你都看见了 你帮我劝劝金睿 别让他死咬着 那几个学生的学籍不放 不好说 不是 高院长 金睿这个人 你也知道的 他很将 我说的他可能不会听 是 我也知道他太将了 本来你们三中队有三名学生 我都没下死命令 让他接收 他现在就应该 赶紧把那几个学生 接出来才是 好明白 我试试吧 好 宋老师 今天我看见你和金睿 在楼前那有点争执 宋老师 有句话 我早就想跟你说 你应该尽快的 从遥远的事情上解脱出来 好 好好的配合好金睿的工作 关于有些传闻 不要相信了 你和金睿要同心协力 把工作干好 振奋起来 好啊 我还有事 那我走了 好 不 不 找我有事 金睿 那五个孩子 不用说了 你说吧 你想要我怎么做 刘厅长 这警院的人际关系太复杂了 我的性格您知道 我是真不适合在警院当老师 既然您现在还兼任着市局的局长 您还是把我调回去吧 你到警院是我向厅党组建议的 你以为你现在还有资格 挑工作啊 好 哟 真寄了 嗯 不容易 不容易 你说你这个老烟鬼把这烟都能给寄喽 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 嗯 哎 我记得 那是哪年来着 我去北京开会 你在公安大学进修 咱们一块去听了一堂 外国专家的讲座 嗯 当时有一个德国专家叫 罗伯特 给你送了一支 很别致的金属胶片对吗 对 我一直留下了 这是1972年在德国护尼黑奥运会期间 发生了一起人质劫持案 也就是反恐史上著名的黑九月案件 在面对恐怖分子的袭击 由于警方处置的严重失道 导致这次的营救行动 已失败告终 11名以色列运动员死于非命 而这次的惨案震惊世界 指挥这次营救行动的就是我 OK please give your speech officer 这位先生请发言 据我从相关资料上所知 德国慕尼黑劫持运动员大案 警方有三个失误 第一 事前情报研判失误 第二 事发后指挥混乱 第三 事后公共危急事件处置预案缺失 罗伯特先生 是这样吗 罗伯特先生希望请您上台来讲 尊敬的罗伯特先生 感谢您给我这样一次机会 我想说一下 1983年的二王大案 这起案件可以说是 中国刑事案件的分水岭 正是从这一天起 冷兵器变成了热兵器 常规犯罪 升级为突发性对抗 和危难性的小型战争 在几乎每天都发生的战争中 警察不应当只具备匹夫之女 我们需要的是 一流的警察 而不是倒在血泊当中的 烈士 嗨 欧陪荣幸 你今天解释了 金瑞先生 金先生是中国警察中的 一位杰出人才 这门递章 是我在德国第九边防大队 任职时佩戴的 作为纸面墓 一直珍藏保留 你将那次重大的 指挥事物 作为前置事件 来时刻记忆着我 现在 我把这根跟随了我 三十多年的教编 也一同送给您 做个留念 耐着 我是多么希望 你拿起这只教编 给我培养出 更多的小金瑞呗 说说你那五个学生的事吧 别与你打什么主意 我不清楚 我 我心里能打什么 你这叫戒坡打驴 把高山行和孟宇秀的底牌 给逼出来 没错吧 你说你要真坚持原则 我能不支持您 既然我心里怎么想的 您都清楚 那我就戒坡下驴 我不坚持了 但有一点 陈家图和桃园 得我的 你这又打的是什么主意啊 什么路在这 看着好瞄子不撒手 贪不贪 反正这俩孩子我是待定的 老江您去警院帮我下个牌 行吧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好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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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况且还是他们先动的手 又把入学通知书给撕了 这样好不好 我作为管警院的副厅长兼市局的局长 有问题我负责 这五名参与打架的孩子 对不起 行吗 好 金正您可不能心里又抵触我啊 您放心吧 我绝对服从领导的决定 但有一点 这几个孩子必须由我亲自带 金睿 你什么意思啊 这曹元和陈家彤都放在你们中队 陆老师 您是教务长 您工作太忙了 哪有精力啊 这几个刺头我替你来收拾他们 不行不行 行行行行 就这样了 我跟老婆还有事 老婆对了 这五个学生回学校了 还在派出所呢 金睿 怎么回事啊 就这点能玩啊 哦 那我就带上您的上方保健 我再去试试 嗯 二队 你去做科生 别到时候我又说不清楚了 这嫂 就这样啊 好好好 抓紧啊 这是你们的宋老师 跟着回学校去吧 宋老师 你怎么算来接我们了 儿儿啊 那么大人了 有点出行 好 回去 好呀 好呀 还剩一顿下好 站直了 干什么呀 又说第三个初恋 说你的初恋 叫什么 叫儿儿了 为什么让你初恋 我说话啦 跟谁说话 我 你 嗯 你叫什么 我是他偶像 他是我粉丝 小刚 闭嘴 我要让你们牢牢的记住 从你们进到警院的那一天 岂就跟昨天一道了乱 这是警官学院 要想当一名警察 就要严格的遵守 钢铁班的距离 现在我宣布 以后初恋 先喊报告 刚才说话的同学 初恋 执行纪念 退回去 我说话没听清吗 先喊报告 先喊报告 报告 我觉得这件事情处理得不公平 退回去 先报名字 报告 我叫陈家同 我刚刚想说的是 我没有问你问题 再来 报告 我叫陈家同 是非报道新生 好 你报告完毕 现在我来自我介绍 我叫金锐 金子的金 锐利的锐 我是四中队的中队长 在我这里 只有服从和记者 明白吗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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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家同 率先伪计 连续做六十个服务生 立刻做 听不懂中国话吗 我让你立刻做 用口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二 九 十 十 十一 十一 五十六 六十 起来 卫队 我刚才说的话大家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 听明白 也能做得到的 可以留下来 做不到的 后退一步 立刻回家 既然大家都不愿意回家 那你们就听好了 做好准备 接受最艰苦的训练 邱大任 农民子弟 曹元 以高分数 考到重点大学 却想做一名警察 叫人儿了 民营企业家的女儿 陈教统 你的情况我最清楚 好了 我不说了 不管 你们打哪儿来 家庭都有什么背景 到了这儿 只有一个背景 那就是 警察杯子 你们要清楚 这次训练 是学校给你们的一次机会 你们只有比其他学生付出百倍千倍 更多的努力 才有可能成为一名正式的预备警官 明白了吗 明白 学校有纪律 不准喝酒 不准抽烟 不准谈恋爱 女生不能留长头发 不能戴耳环 头发起耳 鞋跟不能超过两个无分 另外 军训期间 不能用手机 等会儿你们把手机都交给我 曹元和邱大人的头发可以 吴爽 到 你回头带着三位同学 把头发给踢一下 是 听口令 站 加油 把头抬起来 走了 好 不疼的 回头 准备头 警察 你也等大上监察吧 你报案 报案 还让我报案呢 我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警 你也就一不靠谱的保安吧 你得屁 哎哟 别瞧 我不说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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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说什么 你就别想你那又长又一样头发了 现在你疼好吗 啊 好不疼啊 哎呀 你现在这样挺好的嘛 现在原看你都不确定你是大姑娘了 小打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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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打是不是 大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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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过来拿好自己的行李 跟我走 这是什么地方呀 真好 就是 这跟我家根本就没法比 这地方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从小到大就没睡过这么硬的床 我睡这张床 这儿采光好空气好 田田你睡这儿吧 谢谢雷夕您真好 无赏你挑一张床吧 没事雷夕你就睡这儿吧 我是门口没关系的 东西放下面 我说秋的骆驼 那天四海饭店那几个小子 为什么撕你入全文书 就因为你长得嗨 好欺负 嘿 秋的骆驼 还真挺形象的 哎呀 不知道 那天我进了个屋 那两人一见我进去 就这么揪着我 我一说是锦绢新生 他们就打我 哎 这年头啊 都是欺负乡下人的大骆驼 哎我给看好玩的 哎哎 哎 你干嘛呀 好玩的 我跟你们说过 任何通信设备 不能带到营地 睡觉 好玩的 我的衣服呢 这军营里还有人能偷衣服呀 这该死的邱大人 他怎么穿了我的鞋出去呀 你怎么穿我的鞋呀 我还真没冤枉 你穿一顺 你不嫌难受啊 他那娘厕所在这边冒可能圈里边给斩扮了 我可叶死我了 你这边冒试 你这边冒出了 我最喜欢冒险的地位冒险 天堂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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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今日真能出风头啊 还搞了那么粗一个棋杆 拒绝了军队来的教官 非说他自己亲自你这训练 向前干 上去 我宣布 吴爽 担任我们的临时班长 军训结束后 我们再公选出一男一女 两名班长 一招 吴爽 到 处理 是 按大小哥 重新排练 是 第二班第三名和第四名调放位置 小心 小心 陈年头 请小心 握手 到 回队 是 是 现在由四中队 副中队长 宋老师给大家训事 从今天起 你们就是警院的一名学生了 首先 要接受军训的磨练 这种磨练 十分艰苦 为的是强健体控 磨练意志 将来才能担当大任 邱大任 大 报告 我是苏春瑞邱大任 报告完毕 我问你 为什么要用大任这个名字 俺家祖上没人念过大学 是俺爹让俺们相同忠实的宇文老师给俺起了这个名字 你可知道 孟子告死下中 有一句 天江将大任这段话 天江将大任 谁知道 谁知道 报告 我叫陈家彤 您说的那段古文是 天江将大任 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伐其身 行福乱其所得 接着说 还有 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人横过 然后能改 困于心 横于律 而后坐 那 那边有信了吗 有信了 那兴生的军训呢 在那个西山脚下的军分区特训基地 哎 风哥 那你可不能去啊 金瑞现在做梦都要抓你了 俗话说灯下黑嘛 何况我还化了妆 我昨天去四海饭店 看见金瑞了 陈厨刚才递个这条 说你不干事 不干正事 他怎么知道我干别的 陈厨一直都是想神出鬼没的 以前我们的行动也是被他完全掌握 他又不是鬼又不是神 就算他是鬼神 还用着着贩毒赚钱 这都半年多了 他一直躲着不露面 我必须得见他 神哥 咱们这一行的规矩 是上线飞下线 永远都不能碰面 上次蝉珠是要见你和大哥 那是因为从去年起 蝉珠都和我接连出问题 货源很紧张 大哥把你找回来 是希望你能解决一部分货源 自立门户 蝉珠这个事以后呢 这才要见你和大哥 现在大哥走了 见蝉珠也难了 来封哥 封哥 蝉珠现在的意思呢 就是你按照大哥原来的部书 抓紧时间试验 在他没有主动提出约我们之前 让你安心潜藏 千万遍了警方 找到了蛛丝马迹 两官都动 两官 到 到 沈家罗 二三分二一 邱大人 二三分二三 林夕 出去了 上速 到 出去了 到 到 洪杰 能想到你这么能跑吗 傻了吗 我跟你说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上你呢 这么说 就就是你看上我了呗 没了你 怎么少人呢 环林的甜甜呢 不知道啊 杨 됩니다 黄黎 三十八八二十九秒 黄黎 你怎么跑得比女孩还慢 还是我一个人无情无怪的好吧 凯莎 你见过蝉蜂吗 没见过 但是我听大哥说 他好像右脚少了一个脚趾 大哥也没见过 那你觉得大哥 是怎么死的 我就是觉得挺欺巧 要么是金锐 要么是蝉蜂 我也是 警方内部有人议论 说是跟大哥一块死的那个警察姚远 跟金锐是好朋友 这个姚远呢 把金锐的未婚妻宋尔瑞给撬了 就在姚远死的前一周 跟这个宋尔瑞结婚了 金锐是故意让大哥引爆的炸弹 宋尔瑞 宋尔瑞跟姚远结婚了 金锐炸死姚远 宝夺妻之恨 以金锐的人 我听大哥说 你对金锐有我恩呢 他不是也恩将仇报 这怎么回事 很久以前的事了 以后有机会再告诉你 还有 炸弹是谁的 大哥带的 大哥以前没有这个习惯啊 他出门从来不带炸弹 那你怀疑蝉蜂有什么根据 俊宝分析 我觉得应该是蝉蜂 想借警方的时候除掉大哥 然后再嫁货给警方 好让你服服帖帖的 我在提供货员 蝉蜂有这么大本事 能把炸弹放进警车 咱们基地的沙坑没沙子了 一人一大 给咱们基地做点贡献 走这条路 走吧 你下头 啊 我给我 陈家头 你也不要剥夺人家饶饶的锻炼机会吧 他跑不动 可以走出去吧 就算走不回去 也可以爬回去 那是他陈家童自作情 那是他陈家童自作情 我再不用他了 就是 发展 老师 别太可 老师就不信还跑不起来了 老师就不信还跑不起来了 牛油 我 你不许是 啊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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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感能还能吵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哪儿惹着你喽 祸感